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第一個Videoscript 我的名字是張玉銘 英文叫Raphael John 我是一個來自資管系的學生 但是同時之間我也是 一個烹飪愛好者 我超喜歡做菜的 對 最近呢 當我在讀OS 作業系統的時候 被一個叫做deadlock的東西 就是死節卡了很久 那我這時候突然有一個idea 我可以用主發的方式來介紹deadlock 我們知道deadlock有四種條件 要滿足deadlock有四種條件 就是護斥、hold and wait non-preemptive 跟circular wait 哇 這東西我完全不懂 很難跟別人 也很難跟別人介紹 那我這時候就用特別方式 來跟大家介紹這個 第一個是護斥 首先 大家可以想像一個鍋子跟一個爐子 你覺得他們兩個可以同時煮兩道菜嗎? 不可能 所以說一個鍋子一個爐子 總之能做一件任務 這就是護斥 那第二個是hold and wait 當一個人他手上有了鍋子 可是他卻沒有爐子 那這個時候他就只能等 沒錯 電腦就是傻傻的只能等 那人有時候也是這樣 找到爐子你也不能做菜 好 第三個就是non-preemptive 就是不可搶奪 那一個人 他正在煮菜 看他有爐子有鍋子 這時候另外一個人過來問他 可以借我你的爐子嗎? 當然不行 我正在煮菜 好 這個就是 不可搶奪 我不能把你的東西給別人 circular weight呢 就是一個人 他有鍋子 另外一個人 還有爐子 那這時候他們兩個 互相需要對方的鍋子跟爐子 才能做菜 可是又因為 就是互相優先權沒有確定 所以說兩個人都沒辦法 煮菜 最後變成 互相等待的情形 那要怎麼解決呢 下面也是我提供的幾個解決方法 首先第一個 當正在等待的時候呢 程式可以 設定 設定這個人如果是等待很久的話呢 他就可以先把他的東西給別人 那他就被搶奪了 就是說他設定是可以被搶奪的 當一個程式等太久 我們說他很餓 就是一個人他很久沒有做菜的時候 他就有比較高的優先權 可以用廚房或用鍋子 第三個就是ordering 就是排序 我們知道我們有兩個 做菜有兩個主要的工具 一個是爐子 另外一個是鍋子 那鍋子跟爐子呢 我們就把它分別設為1跟2 這個1呢 就代表說你要先拿到1 你才能拿到2 就是鍋子跟爐子他們的順序 你就可以拿到2 那一天 這個就是鍋子 要先拿到1 2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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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